据环球网11月1日援引美国动力网站报道 美国海军的第12合成战斗机中队近日举办颁奖仪式 现场画面中暴露了一个关键细节 该部队的FA-18大黄蜂战斗机突刷了中国军机标识 环球网称用FA-18去模拟解放军的战斗机 模拟解放军战术实乃不伦不类 此外照片中美国军官的臂章也非常特殊 臂章下部有五个表意不明的汉字 内容疑似是棍棒和石头 报道称 毕章的设计者可能不太了解中国文化 写上这些汉字大概是故弄玄虚 据报道 VFC-12中队是美国海军的假想敌部队 其日常承担的任务就是充当美国海军的假想敌 并配合美军其他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为了扮演好假想敌的工作 在装备的外观上 该部队常模仿苏联空军和俄罗斯空军的风格 比如在军机和毕章上 画一些类似俄罗斯军机上的红武精 在日常训练上 VFC-12中队也会使用轻型战斗机来模拟俄罗斯的米格21 近年来 该部队的军机开始模仿中国军机土壮的风格 妹妹称 2020年 该部队计划将这种山寨土壮 用在一些新的FA-18EF飞机上 模仿的对象涉及殲-10、殲-11、殲-16和殲-15 中国军事专家张学峰认为 美国海军晒照片的举动 向中国海空军发出了一个挑衅信号 这一点值得关注